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虚空是有相的 如果你的六根 你的眼根 如果不清净的话 你会看见虚空 你会看见虚空 我们现在看不见虚空 我们相对于 我们只是分别虚空 我们大家活在意识层面 因为分别 这是有 那是空 但是有跟空 是两个相 是有的 不叫有 你看见虚空的时候 你知道 虚空跟你在虚空里 也在有里 你的心就 把虚空相才破了 你认为虚空是什么也没有 虚空是有的 这眼根你这边染着 需要点时间 就是眼根不着相 你对这个世界 就是 你这干了 就是气脉随时 马上就 心里面不着笑 但是眼根马上就分别了 心里面是虚无的 空的 但是六根本能的在分别 所以你说话的时候 你是站在六根的角度去说的 你没有眼根分别了 善恶够紧 然后你的语言也跟着去说出来了 但是你心里面是空空唠唠 是没有东西的 所以我经常说你 你口气里面有什么 所以你只是口气里面有 有善有恶有苦惧有 有失落有 还有很多人力的东西 但是你心里面没有 所以你出来不承认 你就一说 我没有啊 我心里面是空 没有啊 你心里面也没有虚空 也没有 你觉得你不着相啊 这就是 但是你说话的时候 你是站在六根的角度说的 六根不近 所以大家都觉得你 可能说话 说话的时候 好像里面还干着很多东西 你把你看见的说了 这个挂子就是黑的 你怎么能那么黑呢 你不应该白的吗 是吧 你本来是白的怎么变黑了呢 但是他心里面是没有黑白而下的 你这是个空 虚空 你的心这块一直是个虚空 但虚空是个有 知道吧 虚空跟黑白是一样的 虚空是个有的像 看到虚空 你知道吧 你就从有无里面出来了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边界 虚空跟有 三界的边界就在虚空跟有里面 当虚空是个有 当你看到虚空看到有 你就从虚空跟有里面出来 然后你的六根 马上就回来了 看见 你现在六根马上就 你的六根 马上那个气就落回到这边了 所以你现在不能起用一心 就是你起用不了神通 就是你的六根 把这个气你看 都从眼跟眼 就是你看到虚空的时候 你就回来了 你这边是虚空 上边是分别 所以说你分别 就约往 你知道吧 说罗哥分别是约往的 因为他这没有像 他是虚空 但是他确实是 他就说黑白 他说了 而且他是 他这边就是 因为他这边 这个背景桥 嘛 他的背景桥啥也没有 如果有点 黑白 他看得更清晰 就是他那个后边是白墙 他这啥也没有 所以一起念 他就更多 更大 那个能量 就说他着想 还真是冤枉 因为他这没有 但确实他这是个虚空 但虚空是有 你着了空像 你着了虚空像 你不是着了有像 当你看到虚空的时候 你六个的分别会停下来 而不是从六个的分别停 看到虚空 看到虚空 跟这个桌子是一样存在的 然后你的六个就开解了 停了 所以现在的休息有一点 就像他们 就像很多人 就像我跟他讲的这些 因为他舒适修行过 就像你们都是 很多人为啥 他都是舒适 甚至有的就是他修行过 就是他卡在了舒适的那一边 很多人休息就是舒适那一点 可能没有圆满 有的是圆满忘了 就是在某一点上 习气比较重 这时候就休息就卡住了 他就不是按正常的角度 来去修 就很多 大家都修行过 别 我不是说龙哥 他正好修到这一步 他修到这一步 我就赶紧点一下 每个人都是 因为在末法时代 如果是说 你正好在末法时代 这个时候 来去实修 因为这个世界你知道吗 现在 工业的 就是对 就是说对物质的贪量 对精神 就是说大家对名利器的贪量 就是那种工业 那个预留很重啊 大家能在这里边说 我要从生而退 我要解脱出来 不是发起这个念度 比较很难 你知道能发起这种念度 都是习惯 习性 他贴身就喜欢这样做这件事 习气饭了 这个等于是从来习气饭了 我想修行的习气饭了 他又不想扯到 他只能修行习气饭 他觉得听到凡飞挺好听的 然后看到佛像挺殊胜的 或者是我生命中 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佛学 都甚至是听闻过了 所以修行很快就回到 你某一世修的那个等级了 所以只有这个时空 才能你在讲法 你能从第一滴先往下灌 知道吧 不从小程开始讲 从法滑 从第一滴往下灌 然后从肢戒上 一直到最后才是正能 因为有些人听门肢戒就够了 有些人需要坐在座里慢慢修 但当你听门外肢戒 你坐在座殿上修的时候 你在教你法门的时候 比如你看一顿门网站上 是从法滑 金刚 最后能源 能源是修那条漏的 是时时计计的一步一步走的 那个前边是动物嘛 法滑跟金刚精是剥弱智慧 是要动物的嘛 你可以动物嘛 你一下子就听门了就误了嘛 世循见处嘛 你习气是慢慢处境的嘛 是吧 但有些人说是 我们生生是休息过 因为他动物的时候 人家视野可以差不多 转了就 他也快啊 有些转不了的 再加上去 可以看看能源精子 实修这个 我觉得刚开始 从法滑 金刚经 能源精子 三部精子 走得比较好 如果对佛教还想 大面积了解 还想拍一点东西 或者那看看佛教史 了解一下 毕竟2600多年了 跟我们中派灵力啊 你要讲给大家听 你还懂这些 如果你只是实修的话 不用看 你要度众生就需要 虚空的无为 是万法子 两个法 无为法的虚空 你要看到它 它跟这个像是一样样的 不是你头脑分别是 你看到它 虚空的无为法 这世界的法分为 有为法无为法 像分为虚空跟色 色 色身香味出发 当你能看到虚空 看到有为相的时候 看到虚空 看到有为相的时候 你在真空里 你既不在有里边 也不在虚空里边 现在你是既在有里边 又在虚空里边 你看 暂时还不能听到我说 这鼻子这块 这还不太通常 再修修 再修修 就像刚才那样 六肉是假象 从六肉开始开启 当然你要不分别内外 因为六肉是 对众生的去外奔营 就是跟着外边往处跑 来说的 因为我们空性 没有内外 所以不能说六肉 就是这样子 空性 你六根的存在 就叫六肉 知道吧 你是真空 真空没有内外 一切都是你 怎么会有内外 这说呢 因为有个你 才要生内生外 才有这样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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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入流出流 没有射入 或者无分别 或者分别 或者入分别 或者入分别 入分 没有这种事 根本就不会有射 进入你里面 你是真空 它怎么能射 进入你的眼睛呢 是你眼根进去了吧 射下怎么能 进入你的眼根 真空里面呢 对吧 是眼跟射成 同时生起 眼根没有清静 所以分别性 没有 根本无名未尽 所以没有东西 能够进入你那 它怎么能在你真空里面 住呢 它没有地方住啊 没有东西挂癌嘛 什么东西能挂在你真空里面 你挂癌的那些东西 到底挂在哪里 是吧 还是你的心在扭着 在分别 因为你的父亲母学未转 知道吧 你里边在情未尽 所以父母啊 兄弟姊妹啊 孩子啊 他会 你在分别 你认为他是你的父母啊 他是你的兄弟姊妹啊 他是你小孩啊 什么你在认知 你本无所住 没有东西可以入进你里面 也根本也没有东西起分别 就算起来它又是什么呢 幻境 所以没有无名这回事 也没有无名境这回事啊 所以你认为要破这个破那个 根本是在冒想 停下来 只需要入口停下来 没有无名也没有无名境 知道吧 怎么会有六道呢 怎么会有苦难呢 怎么会有福德呢 苦难只是一个 父亲母学的角色 因为你是虚空 你都感受不到 所以父亲母学 怎么会有父亲母学 更成虚妄 怎么会有父亲母学啊 你这个直接转 不需要一点点修气脉 根本直接转 如果父亲母学 不再影响你了 兄弟姊妹孩子 这些东西不会影响你 血缘这块破镜 你知道吧 就破了 但是始终是正直直戒 知道吧 直戒非常直 但是你刚开始对六入的开箭 你在入的时候 这个是需要的 需要 突然直接就到位了 你开始指示文天 直接到不了 就像这些东西都在黏练 看到你心中的虚空 跟无违法 看见他 看见他 就像看到了有为 就像看到了有 你在一空立世界啊 一空立六根啊 你如果没有你心中那个虚空 你的六根不可能存在 正因为你这儿有个空向 所以你的六根分别就存在了 虚空不需要分碎 看到他就行了 你看你那个脖子那个梗啊 就是在虚空里面想立足世界 然后梗上了一个光柱 知道吧 梗出了个六根 现在你看到虚空的时候 你那个梗会消失 你的脖子这个硬就会消失掉 虚空本来就立不住 但是你一定要以虚空立世界 所以你一定要梗住 你不梗住怎么能立足世界呢 看到自己这一块是个虚空 然后脖子那一道高度 还立足个六根 把头立足 知道吧 看到虚空 不要把他虚妄 看见他 他是个空向 不找一切想 你只要不找他就想 你是谁不知道 身心事事跟你无关 这一世只不过是无料事的 某一个组成而已 这一世也跟你无关 当下一切清净 世界清净 万法清净 六根清净 当下清净 你还有六有一 知道吧 有六有一 有世界 有虚空像 就有六根像 有六一像 有涅槃像 有身边像 有污名像 有智慧像 你就睁开眼 你也不能看到这个世界是长了 我记得 不能看到 众生都是佛 你睁开眼就会看到 盛住坏口 生老病死 终身像 当你把虚空像 看到虚空像的时候 就看到 众生像消失 清净了 他是东 他是喜 你觉得只不过是柳树跟阳树的区别 他是善 他是恶 只不过是乌树跟白树的区别 世界一片清净 它怎么能影响你的空性呢 虚空像 在你的空性里面 撇出虚空和有像 撇出无为和有为法 两边全部撇出 所以这就是你没啥挣扎的原因 你在虚空里面 但是你的六根又在分别 所以你一直在纠缠 一直在挣扎 你看不到自己的虚空 你觉得心中已经没像了 但你恰恰虚空出来 虚空既不是有也不是无 万法也是 既不是有也不是无 又是射困不耳 色困不耳 你就柔和 你就从涅槃精出来 色困不耳 没有涅槃精 没有生命法 一切本如来着妙真如实 一切都是真如实性 这个时候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风在吹 涌在飘 涌在天上 水在平 就是这样 世界没事了 与情境无关 心中无义法可生 与情境无关 与薛华无关 无义法可生 与自在也关 只能说你自在 因为你是出家还是在家 你气了头发 没气头发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是坐在那排着腿 还是躺在那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的自在怎么能以任何法下来定义呢 你是发脾气还是不发脾气 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打你骂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发了脾气的叫肯定揍你嘛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还影响你自在的活着吗 你身上零件好还是坏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怎么会受苦受难呢 你怎么会一直执着要病好呢 不好又怎么样 为什么这个世界衰老不是很美的一件事 花开花落 没有生命法 花开也是有恨 花落还是有恨啊 健康是美 得比也是美啊 坎然的面对因果报应啊 在红尘里别流动啊 承住坏空是一种流动啊 它又不是个悲剧 生老病时是一次流动啊 就像水不停的在流啊 它又不是个悲剧 承住坏空 生老病时不停的重生 不断的循环 万法 不断的循环 没有生命法 循环是个幻影啊 但是众生在这种循环里边 见美 见仇 因为执着 如果不执着 难道这不是一种变化 变异 这不是一种美吗 难道变成死水一台吗 这个世界 为什么不允许疾病的产生呢 为什么不允许死亡呢 为什么不允许邪恶呢 为什么不允许黑暗呢 你执着你就受苦 一切都是正常的存在 很正常 它就是那样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它既不叫作恶事 也不叫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一切在英国里运化 只是运化而已 幻境在英国里运化 它既不苦也不乐 只不过你把它当成苦海 是你乱想执着 所以当成了苦海 满足不了你的愿 你就觉得苦 你的愿望满足了 你就觉得乐 这世界本无苦无乐 生老病是沉住坏坏 本来世界就像风一样 这样自由自在吹 就像水一样流动 但是很自然的变化嘛 只是你不想死 你就觉得死亡是恐惧的 你不想病 你就觉得疾病是可恶的 总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只是人力较增而已 所以看不见流动的美 变异的美 一定要这样 变成那样 一定要在虚空里立个世界 你的时空就产生 有虚空你就有时空 你继续修吧 继续把六根 但是你快接触到你的 你的修正的状态了 就接触到你的卡点了 龙哥将来会变得非常温和厚重 所以大家不要被他一时的 把坏脾气 开始温和厚重 他只是有个虚空立了个梗 在那梗住啊 不能 一定要怎么样 慢慢就好了 你高兴啥 龙哥的虚幻 我高兴 太过分了 是吧 然后你上来踹他俩脚 踹他坏不坏 我知道你就这样 六根解解 六根开解 没有内外 我们在中间打了六根解 知道吧 在这个空心里打了六根 这个解要解开 选一个把它解开 解开六根全解 因为六根都是分别形起来的 因为分别形起来 六根全倒闭了 破产了 六根绝不关闭 分别形一停 因为全是分别形起来 你看死人眼珠子也没掉耳朵也没掉 他怎么就看得见听不见了呢 你分别形不提了吗 分别意识不提了吗 你的意识不提 你分别形不提 你知道吧 六根全部倒闭 关闭六根 然后根层脱落 你一关闭 他就慢慢就破产了 就脱落 倒闭了 他这个幻境嘛 他就失险出他虚幻的那一面 你老用他老起来 他就不换嘛 你现在不用他了 那就不用你了 因为他 他能起的作业就是在人道听吃门嘛 在人道做很多事嘛 现在你坐在坐点上 我不用你了 我不做人了 知道吧 我不做人了 我关了你 是吧 所以一开始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你在工作里边 你不能不做人 你不做人会糟死了 是吧 大家怎么说话的 一切虚幻 拿了苹果来 虚幻的 不揍你吗 是吧 所以那个什么 你一定写在坐点上 管了我不做成了 我是啥 我是佛 佛是啥不知道 就这样子先列 佛无形无相 我怎么能定义呢 不知道 确实也不知道 如来的境界 我们也转动不到 那先修嘛 但是你知道你是个佛 有家佛说 天上地上 唯我独钟的那个佛 你是那个唯我独钟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知道 自己的本来样子 很厉害 很伟大 所以一定要回到 自己本来的样子 别微微曲曲的 在这个幻象里轮回 太委屈自己了 对自己 我们是千古罪人 不是对世界 对自己 你不出轮回 不是千古罪人 你本来样子那么伟大 天上地上 唯我独钟啊 那么厉害 无所不能 无处不在啊 现在憋却在这个六哥的小楼 这三维角度啊 佛说我们的眼睛啊 佛说 就像我们比喻老鼠的说 肉眼所能界不过方寸 我们经常行为老鼠 鼠目寸光嘛 佛竟然说 人力的肉也不过方寸啊 你还能看见个啥 半毛状态 就是个半毛 所以我们不自在 就是因为六哥 不能开解 就是怎么也不自在 觉得 因为你本来是如来 那么厉害 你现在活成这样 还能自在吗 拥有什么都觉得 好像不对啊 因为没做本来样子嘛 你本来样子 啥也不需要 你都很开心很幸福啊 你现在拼命的追求 名利其实都不自在啊 拥有也觉得 也就是 因为拥有以后 一切都在生命里边 你会缩然无畏的 把拥有金钱名利 时间长了以后 因为你只不过 想要你的本来样子 知道吗 你本来样子是如来啊 如来里边 一切居足 无所不能啊 他不需要任何东西 来去支撑啊 他都如如 他是个真的东西 然后你活在幻境里 你拥有啥也不行 拥有的那些是幻的 你也是幻的 两个幻境 你怎么能够不空虚呢 你怎么能够满足感 产生满足感 个幸福感 还有永恒的幸福感呢 不可能 幻境住在生命 便宜 你找到永恒了 你的幸福感不能永恒 生命的意义你找不到 灰素感没有 都是当下一会儿而已 但找永恒并不难啊 我们都知道了嘛 知道我们本来是这件事了嘛 就回去就完了 六根说有个六结 内外 我们本来空性的 内外都是我们 但逐渐这个六根 把内外隔开 是吧 里边是膝盖匹配色 这些乱七八糟的结果化 外边是个虚空 外边虚空 跟里边的膝盖匹配色 都是我们嘛 我们是空性嘛 现在内外分割开了嘛 就拿这个六根给分割开了嘛 野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就像 就像这个内外 时空里边打的六根结嘛 我不是 举例说打了六根嘎达 现在把这六根嘎达解开 解开你就是 无处不在的如来 从这开始 从六根开始结 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 哎呀我放下谁了 我放下孩子了 我放下我妈 放下那些没用啊 把这嘎达解开 这有用啊 不要在其他外法上折腾啊 就在自己六根上折腾 这才是真正实修 才是最重要的啊 你看虚空跟子里边都是你啊 这六个嘎达就在这打着 这六个嘎达就是你的认知 妄想的执着 也没有嘎达 就是你降住了死降 就弄成了嘎达 怎么降住的 眼跟死降 这就是散的 这就是恶的 这就是美的 这就是丑的 这眼跟降住了嘛 耳朵 他骂我 他夸我 就是耳朵降住了嘛 就是死降啊 就认为就这样的 按人力的角度死降啊 但人力的角度是个假 是他人道有人道的道 但他不是真理啊 你现在要回到 内外都是一如的真理境界啊 所以这六根就变成障碍了 人力的之间就变障碍了 所以先要放下人力的之间啊 但是你工作就不行啊 你到现在做点少放啊 上班还说人话嘛 是吧 你不能说一切虚妄 老板 领导说去 一切虚妄 是吧 哎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